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财经专家 也是古怪教授谢晨彦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首先我们现在要看 当然虽然是陆港股解析 不过我们先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昨天也很惨烈 开平,然后很快的就杀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 近乎是收在最低点 来到了17,048点 今天是17,000点的保卫战了 那么以今天早上美股的杀盘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要保住 其实有一点点难度 跌幅高达1.37% 成交金额2,995亿元 OTC的部分呢 也大跌了4.36点 收盘指数是206.91点 跌幅2.06% 成交金额是668亿元 那么这边首先就要请教一下陈彦 现在看起来 外资的卖不停 对于台北股市的杀伤力是相当大的 眼看着要来测今年的低点了 对因为现在发生的是一连串国际事件的一个反应 包括从俄乌战争一直到 这个联准会鹰派的升息的态度 到整个大陆 比较几个重要的城市的一个封城 那这个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 就华尔街的部分针对了几个重要的公司 去调降他们的平等 包括AMD 还有这个NVIDIA 等等 包括甚至连Intel 那这些 这些大厂其实就是我们 电子产业最上游主要订单的来源 那如果他们 他调降他们的平等 那意味着他所给出的订单 未来势必会下滑 那甚至包括品牌厂像苹果 或是飞瓶阵营 各大手机的品牌厂 今年的销售的一个数字 也大幅度的一个调降 那这些其实都是在反映 从我们刚才讲 恶物战争这样一连串以来 甚至就我们讲到 接下来通货膨胀 大家预期未来消费者 对于电子产品 消费力到意愿的一个下滑 所以现在 华尔街针对整个包括 笔电啊 手机 从笔电到 大型的这个电视啊 还有包括电脑啊 等等的 这个产业预估成长 可能不止趋缓 还衰退的一个情况 所有的消费型电子 几乎都是如此 那过去我们可能还靠 两个东西在称嘛 一个是手机跟 这个车用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手机的部分 也都砍了这个销售量目标 大概是20% 甚至 但这个数字 预估后面不会更好 甚至在下一季 现在第二季嘛 可能第三季还会再砍 然后再包括这个车用的部分 刚开始是说 很热嘛 大家都卖得很好 缺晶片 那种感觉是一件 很兴奋的事情 所以大家想办法补库存 现在已经 就算你这个晶片来了 这个销售的数字 也不见得能够跟上 所以这 这些当然就是影响到 现在的状况 那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的数字还不错啊 我们的出口数字啊 各方面 但是我要坦白跟各位讲 这个都是在 这个都是 公告的都是 三月以前的 已经发生的 接下来我们必须去思考的是 后面的订单 它会开始下滑 它影响的是今年的 可能maybe第三季 maybe下半年甚至到 明年2023年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报告 现在外资在砍的 它不是在砍你 你的财 你第一季财报不好 它也不是在砍说 你去年年报不好 或是你第三月营收不好 都不是 都不是 它现在在砍的是什么 你下半年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你到明年 你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为什么要持续的 去做一些调整 这是针对 产业或者是个股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就全球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投资人一定会 势必会开始针对 他自己手上的投资 做一些调整 那当整个基金规模 缩水的时候 他要针对所有的市场 同步的去调降 他的持股比例 那如果我今天要调降台 比如说我是一个全球性的 或是亚洲市场 或是新兴市场的 ETF或基金 当我在调降我的 总持股水位的时候 台湾也会等比例被调降 那台湾等比例被调降 谁会被调最多 那一定是台积电 没错 那就没有办法啦 那台积电好像变重死之地 可是其实 不是他本身的问题 就是他在持股比例上 他就是占这么多 好那当然这么一条的结果 整个台股指数的一个状态 就会出现现在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你再回到整个 当然外资的卖超到现在为止 超过5500亿 比去年4800亿还多 这当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也不过占我们 他总持股市值的百分之多少 等等 不管怎么样 他持续占卖出绝对是事实 而且还在汇出 为什么因为台币 这几天持续的贬值 已经贬破29了 再来一个就是 以线图的角度来看 以线图的角度来看 原本我们相对国际股市 是比较强的 因为至少我们还站在年限之上 别人站不上去 至少我们年限之上 但这几天破了年限之后 如果按照一般市场上 对交易敏感度比较高的 的实户也好 或者是阻力也好 他们通常给他两到三天的时间 因为如果没有 他们会赶快的去做 手上部位的调整 那按照昨天再延续去杀 跌破上礼拜五的那个红K来看 因为上礼拜五的红K 算是一个缓冲嘛 如果上礼拜五的红K 他能够在今天站上去年限 大家会觉得说 那就还好 本来是说如果昨天 如果站回年限 那就是化解了跌破年限的危机 那或者是说没关系昨天一个十字线嘛 也好 就是说那我再多一天给你 但昨天又破了 这一个呃 这个上礼拜四的低点 礼拜五的红K 礼拜四的低点的话 那其实一定在盘中很多的 这个调节的卖压一定会出容 这个就操作面来讲 他一定是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呃状态 大家现在都很清楚 那因为现在呃大家也理解后面我刚才讲的产业面的问题 这个是事实 而且很多 有产业面的问题 有资金收紧的国际问题 而且我比较比较担心的是说 像呃这一次连呃包括这个刘德英也也跳出来讲嘛 然后包括铁嘴也也跳出来讲几个产业面的大佬 这一次都蛮蛮蛮蛮呃真实的去讲出他们心里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连如果连他们比较不对产业发表 看法的人都出来试景的话 会不会真的有一些状况哦 所以呃实际上电子股的表现是相对指数是弱的哦 因为电子股连年限都没有站上去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 已经不是单一台湾的问题 它是整个国际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这个在在我来看叫做系统性风险了 对就属于系统性风险了 这话很重哦系统性风险 是啊是啊是啊系统性风险 当然不是说一定是崩盘了 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股票的基本面的好坏 都比较难幸免了 应该是这个逻辑 不是说一个那现在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基本上当然第一个你手上 因为你已经讲说手上尽量减少持股 已经讲了好多个礼拜了 那这些如果已经只剩下 假设说只剩下两成三成 你的建议如何 如果手上有七成 好我们分两个极端一点好了 中间值我觉得 就是一只脚在门外 一只脚在门内的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要进去还是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已经减了两到三成 其实我就不三成 我没有很担心 因为坦白讲我手上还是 有一定比例的持股战 那那些都是长期的 我不会特别去担心 那因为我手上的资金够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能够在股市修正 后面慢慢跌的速度一定会变慢 所以你持股比例如果偏低的话 其实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东西产业的东西你看一看 那如果七八成 七八成的部分 你如果手上的持股 你是比如说高本益比的电子股 然后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电子股 它所受到的冲击一定比较大 那我当然建议你还是得冷痛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要不然它的这个危机扩散的时候 你受伤会更大嘛 这这个是一个 而且其实台湾台北股市很多电子股 是一直在破底 我坦白讲是一直在破底 那比在哪都不知道 真的真的 因为它就是破啊 你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如果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减持的速度就要快一点 对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的是陆港股的部分 其实陆港股其实它就是一直是利空不断 不管是去年的整顿这些网路的 这些平台的这些公司 然后房地产的风暴 然后接着呢就是中概股的危机 中概股呢在美国上市 那美国的监管呢 要求那个审计制度 上个礼拜其实中国大陆 是修改了它的相关的规定 那一般也认为对于解决中概股来说 其实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你看到只有一两天的行情 中概股又开始继续的往下跌 当然上海的封城 以及现在会不会扩延到广州 引起了市场非常大的疑虑 你看到油价都已经跌成这个样子 跌破100的关卡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担心上海 影响到全球的衰退 所以如何看待 好因为这一波的一个封城 因为大陆坚持要清零的态度 其实真的影响冲击是非常大 这个东西我们要去思考 就是说我之前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技术面啊基本面啊各方面啊 你都抵不过政策它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而我们在做所有分析的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假设我先知道后面政策到底要做什么 我当然得想办法 顺着政策的角度去操作我们 我们的一个部位 但是现阶段来讲 不管我们做什么分析 像我们之前还讲到春季躁动啊 我们讲到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宽松啊 让股市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弹 但是这些这些我们所谈论的这些议题 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封城 这个这个状态出现 我先提醒大家 因为很多人会说 你们那时候不是在讲什么春季躁动吗 说我啦不是你们就是我啦 然后就说你们不是就就 谢老师你不是在讲什么 但是我要先讲当时并没有封城这个状态 那所以当封城的这个状态 出来的第一时间 你就必须去思考 这个封城它的时间是短还是长 它的影响会是什么 所以现阶段像花旗 它出了一个报告 它特别讲到 它说封城如果持续到四月底 整个大陆的GDP会掉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COVID-19 那时候2020年出来的时候 非常的严重嘛 从武汉啊这样一路过来 当时上海跟大家一起 也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封城的 的状态的时候 那因为大家一起封啊 所以你不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同啊 或是特别严重 但现在你如果是重点式的 有等于说 有些区域的这个经济活动还是正常 但你这个区域被封起来之后 它产生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深圳啊 在过去 它深圳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要知道说 哇那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封得住 它又不是说 我不让你出去 这件事情就解决了 病毒的移动 你如何去掌握 好 等一下我们再来回来 这么快 我没有办法get到你的重点 我们等一下就回来说 你要整理这个花旗的报告 对于上海的封城 它到底冲击有多大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奉昕 在我们现场的是 财经专家 古怪教授 谢谢陈奕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陈奕 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这一次的封城 花旗提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对于这个上 对全中国的经济 甚至于全球的经济 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感受 还不是很深 因为武汉的封城 虽然那时候大陆 绝大多数的城市 其实都有类似的 封控的管制 但是都没有像武汉 那么严格 那现在单独的上海封城 其实就看到 那个冲击有多大了 基本上 我很快速的 做一个结论 就是说 从这样的一个封城 的一个态度来看 它不会只是 一个城市 封城以后 处理完很快的 它就开放了 因为刚才 风姐在讲新闻的时候 其实包含广州 接下来大家看苏州 所以现在担心的是说 不断的一个城市 一个城市 如果全面性的 这样扩散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现在东南亚 其实大家都跟病毒共存 他们的经济体 已经都开始恢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反差 这么大的情况下 它的冲击会是大的 那这个冲击会是大 会导致它GDP 快速的下滑 消费力道的减弱 最近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过去我们很多 的产业 尤其是电子股的部分 我现在讲 不管是台湾也好 美国也好 大陆也好 大家非常高度仰赖的是 电子产业的一个消费 那现在整个大陆 非凭正义手机 尤其是在大陆的部分 第一季已经砍了 20%的单量了 第二季第三季 如果继续往下砍的话 它的冲击很大 所以现阶段我其实 我根本不需要去看 比如说香港股市 国企 或者是上阵深圳的线图 其实它一定是持续破底 而且这个持续破底 我完全无法用 技术面去告诉你 它会跌到哪里 我完全没有办法 我现在只能去看 整个封城的态度 会不会有个转变 也就是说 所以只能看政策了 对如果说 接下来政策上很快的说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不需要用这么严厉的态度去处理 就是我们严格清零 我们可不可以动态用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代价 来达到我们想要的防疫的政策 只要这样的话一出来 这样的态度 现在大陆的媒体 今天上海是围解封 就分为三区了 然后呢 那么严格防控的是完全不能出门 然后但是有管控区跟防范区 防范区可以出社区 然后呢 这个管控区可以出小区 对 那所以如果他的这一个政策 能够开始 比较松绑的时候 其实股市就止跌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根本不需要太去看 那我也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 最近整个股票市场虽然在跌 可是资金还是要流动 而且其实流动的很有道理 为什么 因为我从两个层面 一个是整个板块资金的挪动 一个是互升300成分股 其实过去一个礼拜还是有再涨的 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但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整个指数的部分 我其实不用特别讨论 因为就是一直破底 那会跌到哪里 我也没办法跟各位讲 我也没办法分析 我们唯一能等的 就是看看政策的一个状况 但是最近板块的移动 其实很有道理 因为资金也大量流入到哪里 农业种植 农业种植这一块 还有一个团购 社区团购 因为不能出门 然后另外一个就快递 快递 因为不能出门 还是不能出门的概念 然后还有就是菜 你有没有发现菜啊 农业啊 因为大家在家里面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出门 我要吃东西啊 这些 然后再来就是转基因 还有农村振兴 体外诊断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会资金会去流入的区域 都还是跟整个 封城的概念有关 农粮 农粮啊 远距 团购啦 这些 反正远距没有很明显 我意思说远距就像团购啦 对对对 像物流这一些 对没错 其实它都是属于 你要在家里头 然后其他必须要 对 农业姐我跟你讲 还很好玩的 随餐样子 猪肉 卤 鸡肉 反正都是跟吃的有关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很妙的就是 长寿的药 的这个板块 如果它的议题是跟长寿有关的 OK 对 这就是 就是现阶段我觉得 市场概念的资金主流 是这一块 但是这一块 我 我不会特别的 认为大家应该去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它毕竟占比很小 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本来就不是主流 那一旦 这一个 封城的状态 一旦 好转以后 谁还会 去在意这些事情 所以 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就不用 特别去在意 我要不要往那个方向 去做投资 但是至少知道 现在股市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回到 互生三百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会发现在 通常在这种时候 涨的会是什么 不是没有股票涨还是有 就是基础建设类的 所以像 过去一个礼拜 强势上涨的股票 落在哪里 中国中铁 中国电建 还有这个 永辉超市 超市嘛 他就是买东西 可能配合快递 还有中国交建 中国建筑 中国铁建 三一重工 徐工机械 都是这一类的 很合理嘛 因为 我整个状态 全部停摆的时候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只有这些基础建设的东西 能够继续维持 去做这个事情 那基础建设的股票 会落在哪里 当然就落在 这个上证50啊 上证180 这个族群里面 但是呢 如果你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上证50 他还是跌 就他还是跌 整体是跌 但是这里面 他跌幅就会相对 相对 互生三本 对相对 好很多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他并不是持续破敌的状态 反而上证50是一个 水平整理 然后 礼拜一的时候 才出现一根黑黑棒 他的差异性在这边 但是我要讲说 这等于是一种防守思维 防守思维 但是 我不会建议你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说起来 这段期间 不管是涨农粮也好 或者涨这一些物流相关的 然后呢 主要是快递类 团购类 然后或者是说呢 大家去预期基础建设不受影响 而且基础建设可能会加大力道 对 在你看起来 这都是短线 都是短线政策的影响而已 这个部分当然对大陆的资金来讲 他可以去做那件事吗 因为我就针对这个个股 我就去追嘛 我针对这个个股 我去强短嘛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对我们来讲 会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没有相对应的ETF也好 或是相对应的 这种 议题性的这种 我们所谓的基金也好 我们没有这一方面可以去对应到 所以比较困难 那当然我们基础建设这一块 我们能对应的就上证50 我们能对应的是上证50 可是问题是我现在 一般来讲 如果说 我现在假设 突然之间这个礼拜 他们说 好我们 我们 不坚持清零了 只要在这句话一出来 我跟你讲 先反弹的会是什么 绝对不是上证50 就是那种民间消费 民间消费也好啦 科技股价直接就 碰一个就上去 他订单还没来 他股价就 碰碰碰就开始 强势的一个大涨 所以反而那个时候会落在的是 那个这个这个 然后你就会看到 原本的这些重工啊 基础建设股票 他不动 但他可能也不 不会再跌啦 他不会跌啦 原本在涨的他也不会跌 但他就不太动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 我们需不需要特别去做避险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 没什么必要 就是说如果 我已经调整完了 那我把 就是说假设刚才像凤英姐讲 我这个部分我已经降到三成以下了 那我那七成的资金 我针对 我喜欢做入股的人 我要不要拿这七成的资金 我现在去逢低 去承接跌升的 这个暂时 我觉得现在还不到 那我把这个资金拿去 比较抗跌的也没必要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比较尴尬的一个策略 就是我 其实你现在反而是要建议不动 就我今天来 我觉得也蛮尴尬 建议大家先不要 因为我坦白讲 如果他现在坚持清零 他不要说到四月底 甚至到五月的话 我也不晓得后面的影响会有多大 我坦白说 我这个是 这样可能很多人听了会不高兴 但是我也觉得 我今天来有点心虚 不会啊 这个是事实啊 就是在我们不确定 他的政策是怎么样子走的情况之下 而政策又影响实体经济 影响股市这么的大 那你与其去赌 你倒不如等他确定再说 没错 那当然你说 确定了以后 如果他真的反弹 我们又没有办法买在最低点 可是本来买在最低点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的这些重工股 虽然在上振50里面 他虽然相对比较抗跌 而且现在是涨的啦 但是指数 指数还是跌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某一类股票而已 他并不是全面性的 那我没有 我们没有必要把资金挪到那边去 没有必要 所以你要强调一个重点 在这个时候 如果还有抗跌的 还有上涨的 千万别追涨 不用特别追 因为他有他的题材性 短线的题材性 然后呢 反而是要稍安勿躁 等待政策明朗之后 那么整个基本面跟技术面 才会真正跟上 要非常谢谢陈彦 带来的陆港府解析 要非常谢谢大家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